各位早上好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项目管理的 这个金奖课程 讲的是第一章 工程项目的组织与管理 标题大家已经都看到了 先讲第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是在第一页的最后一行上 提到了一个阶段 叫决策阶段 我们工程管理一共是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 决策阶段是最早的一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里面呢 所进行的管理工作 我们称为叫开发管理 那么下面呢 就是要划下来 决策阶段的主要任务 是项目的定义 从第一页最后一行 到第二页的第一行 那回过来 第一页上最后一行呢 讲到了 决策阶段的 标志是什么 立项 立项 所以这个是关于决策阶段的 两个小事件 一个是他的任务 是定义 一个是他的标志 是立项 请看第二页 第二页的第一段文字 讲到了决策阶段管理工作的一般内容 你这里勾一下 一共是五条内容 那重点看什么呢 看第五条 理解一下 就是我们一个项目的 投资目标 进度目标 和质量目标 这所谓的三大目标 在什么阶段 已经确定下来了呢 在决策阶段 这个你要有反应 不是字面本身的意思 而是字面后面的话 你要反应 就在决策阶段 已经把这三个目标定下来了 好 接着往下看 请大家看 第三页上 有个1012标题 下面呢 有个图 这个图呢 要仔细看 因为它表示了 工程管理的 两方面的 增值效应 请大家把增值两个字 要重点突出 工程管理是增值 增在什么地方呢 一是正在建设过程中 二是正在使用过程中 好 带上我们前面讲的决策 带上这里的建设 带上这里的使用 那么我们的一个全寿命 就非常清楚地展现了 所谓的全寿命是三个阶段 决策阶段 建设阶段 设施阶段 以及使用阶段 大家关注一下第三页上 使用阶段的这个方框 里面有两个特别引起注意的 比如说 环保节能 这个方框 第三页上 这个图 下面有个方框 你注意环保节能 它指的是什么 是使用过程中 有利于环保 有利于节能 这是使用真主 使用真主 第一节就简单说到这里 马苏芬到第四页 第四页 在这个图的上方 有一句话 希望大家要抓住它 就是费用目标 我们谈 我们谈钱 双括号三 看到没有 费用目标 对一组而言 是投资目标 对私工而言 是成本目标 这个概念 需要大家根深蒂固的 记忆在脑子里面 只要说到钱 一组的说法 是投资 而我们私工的说法 绝对不是投资 是成本 好 然后请同学们 关注 第四页上这个图 这个图靠左边 要关注什么呢 就是决策阶段的 两项成果 这两项成果叫 项目建议书 第四页看到了吗 这个图 第四页不是有个图吗 这个图的左边 决策阶段 找到了啊 决策阶段对下来 这个图的上方是决策阶段 下方呢 有两个成果 项目建议书 可行性研究报告 这两个文件呢 我们要有很敏锐的反应 这个文件是很早期的文件 是决策阶段的文件 一个叫项目建议书 一个叫可行性研究报告 然后这个图的上方 大家看到 从设计准备开始 一直到保修 它的下方 有一根线 画得很清楚 这叫舍思阶段 所以你不要搞错了 舍思阶段是不带着决策的 前面不带着决策 后面不带着使用 它带着什么呢 简单的 要加一记 两个实际 一个施工 一个动用 一个保修 像这种概念 没有什么灵活的东西 就是你要死记认备的 谈到 十四阶段 你应该 马上就蹦出来 五个分阶段 两世纪 一施工 一动用 一保修 这是第一章的讲法 请大家注意 这是第一章的讲法 好 我们注意看一下 实际准备阶段里面 有一项 成果 大家把这项成果标出来 叫 实际任务书 还是在这个图上 实际任务书 那你发现没有 实际任务书 针对的是什么阶段呢 是实际准备阶段 不是那个 实际阶段 实际阶段下面有 初步实际 技术实际 施工图实际 最典型的错误是什么 就把这个实际任务书 认为是 初步实际阶段出来的 它不是的 它是在 实际准备就出来了 好了 下面这个图下方有一句话 项目管理的核心任务是什么 是目标控制 就这四个字 目标控制 什么目标 前面决策阶段 已经给我们定下来的目标 费用目标 进度目标 质量目标 好 下面一段 最后一句话 下来 在所有的 参与到 项目管理的 五方中间 五家人家 有参与进来 那么谁是老大呢 业主方是老大 看清楚 这句话怎么表示的 业主方 是项目管理的 核心管理方 第四页的倒数第二段 看到了吗 最后一句话 业主方 这项目管理 是该项目管理的核心 换句话说 有五家人家了 谁是老大呢 一主方是老大 他是核心管理方 好 那么我们再次强调一下 项目管理 这个词 他所对应的时间段 在什么时间段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图上的 设施阶段 项目管理 不包含决策阶段 也不包含使用阶段 因此 我们 刚才讲了 工程管理 他既为 设施增值 建设增值 也为 这个运行 使用增值 是吧 所以工程管理的范围 显然 工程管理的范围 是全寿命的 包含了三个阶段的 决策阶段 设施阶段 使用阶段的 而项目管理 只是他中间的一部分 这就是我们教材 第一节和第二节 你相互联系的时候 你做一个比较 是不是做一个比较 听到现在 这是总结出来 第一道考题 就是工程管理和项目管理 到底有啥区别 听了半天有啥区别 一个范围大一些 有三个阶段 一个范围小一些 只有一个阶段 那具体来讲呢 工程管理是什么阶段呢 是决策阶段 设施阶段 使用阶段 工程管理 项目管理只是他中间的一部分 设施阶段 这就是你听课听了十分钟 听到一句话 十分钟 所有的都可以回家去 重新再看一遍 但是这句话 你应该脑子里留下来 不应该回家去看了 现在脑子就应该有了 就你听课要有效果 这什么叫效果 这就叫效果 那么工程管理的核心 任务是什么 两项增值 一位建设增值 二位使用增值 而项目管理的 最最重要的核心任务是什么呢 四个字 把目标实现了 叫目标控制 什么目标 钱 费用目标 时间 进度目标 结果 过程 质量目标 跟大家沟通一下 这就叫听课 听课并不一定 完全都是树上画下来 也不一定都是 带个耳朵 只带个耳朵听我讲 你一定要跟我交互 我在说什么 你要把我讲的意思 要接受进去 这就是第一节和第二节 讲到现在的重点是什么 听懂了 那接下来一个重点 那就比较难学一点 什么难学一点呢 就是我们有五家人家 这五家人家分别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大家勾一勾 第五页 第六页 还有呢 第九页 第十页 下面一个题目呢 它囊括的艺术呢 就是这些艺术全在里面 讲什么呢 讲三大内容 第一个内容 就是我们每一家人家 做项目管理 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它是为谁而这样去做的 它的服务对象是谁 请大家迅速的跟着我画一下 第五页上 这里要快啊 第五页上 1021下面第一行 找到了吗 一组房项目管理 服务于一组利益 你做个记号 比如说你打个勾 那么你后面全部打勾 接着跟着我的全部打勾 第六页 第二行 看到吗 实际方的项目管理 主要服务于什么 你打个勾 主要服务于 实际方本身的利益 以及什么 项目的什么 整体利益 把整体两制 打三个圈 给它重点标出来 好 接着马上往下走 第三个标题 供货方 看到吗 也是第一句话 其项目管理 主要服务于项目的 整体利益 和供货方 本身的利益 你再在整体的 做一个小记号 说明 我有一种 熟悉感 雷同感 马上翻到第九页 上面数下来 第四行 快啊 项目总包方的 项目管理 主要服务于 项目的 整体利益 又是个整体 还有项目总包方 本身的利益 对吧 好 看第九页的 最后一行 一时工方 看最后一段 四工方 倒数第三行 项目管理 不仅适应 服务于 四工方 本身的利益 而且 也必须服从于 项目的什么 整体利益 我刚才跟你讲了 这五个地方 用同一个标记 就你看书 将来前前后后 用同一个标记 比如打勾 大家都是打勾 打三角 大家都是三角 说明这是一个问题 考试考一个对象 考一个题目 考什么呢 就考我们五家人家 他到底为谁而忙活 他搞项目管理 为谁而忙活 那么大家看到了 一组方 可以这样理解 一组方比较小气 自己顾着自己 看到吧 这讲一组方利益 其他各方呢 哎 比较大气 我自己要 我项目的整体也要 好 这样听进去 这又是一 又是一个考点 就听课听课 这叫听课 因为看书可以回家去看 你课上要把 我讲的这个意思要听懂 对吧 讲什么 讲一个关键词 这个关键词 能总结出来吗 叫利益 利益 好 总结了一个关键词 那么我们可以画一张表 大家看 这张表就这样画 那一组方 他的利益 是一组利益 实际方 他的利益 是实际方本身利益 加上项目的什么 整体利益 施工方 是施工方本身的利益 加上项目的整体利益 供货方 供货方本身的利益 加上项目整体利益 项目总包方 是项目总包方 本身的利益 加上什么 项目的什么 整体利益 这样是不是一个概念就出来了 就是一个概念就出来了 好 接下去看第二道题目 那我们再打一个回票 就是重新再来一遍 第二页 从第五页开始 第五页开始 请大家注意 一组方这个标题下面 他的项目管理目标 是投资目标 进度目标 质量目标 三大目标 放下来 一组讲得非常清楚 投资目标 你把投资要点缀的更加重要一些 因为一组只讲什么 投资 对吧 好 翻过来 马上翻过来 第六页 翻页 在第一端的最后两行 实际方项目管理的目标是什么 成本目标 进度目标 质量目标 而别忘了还带一个项目的投资目标 迅速的 迅速的啊 这里不能停留 因为没有时间停留啊 好 看第三个标题 供货方 供货方下面 供货方的目标是什么目标 成本目标 进度目标 质量目标 那你发现没有 你学了三个了 进度目标 质量目标 这个说词 基本上没有什么混淆的 但是关于钱 他们就说得非常清楚 一组说的是投资 供货说的是成本 这是非常明显的区别 对不对 而实际呢 两头都跨着 又说说自己的成本 又说说项目的什么 投资 好 我们再来看 感觉一下第九页 上面看下来 一二三四全部勾一勾 你不要去花花药时间 一个大勾 项目管理的目标有四项 你发现没有 跟前面三个比较 这一个多了一项 安全 所以你要把它重点突出来 加了一个安全 是不是 前面三个都没有吗 好 剩下来的 我们看一看第二条 他讲项目总报有什么 有投资 有成本 你马上到这里反应过来 他有点跟谁差不多 跟实际差不多 是吧 跟实际差不多 后面两个打哈哈 进度质量 混过去拉倒 是吧 好 翻过来 第十页 第一段文字 你发现没有 施工方的目标 安全 是不是安全啊 你发现没有 施工是特别强调安全的 所以项目总报也跟着讲什么 讲安全 因为项目总报是把施工吃下来 他的肚子里有施工有设计 一起都有 所以他也不得不说一个安全 对吧 可是施工的费用目标 讲得非常清楚 没有第二个说法 就是成本目标 好了 我们讲到这里 又讲了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是什么 两个字 目标 可是五家 各有各的目标 我的任务是告诉你 你回家要仔细的去辨别 我上课的目的或者任务 就是告诉你 你这里有一个考点 你要去注意 而至于仔细的去把它列出来 去体会有什么不同 这是你回家去要做的事情 我们课上没有时间浪费给你做这个事情 明白吗 好 但是我可以替你总结一下 你发现没有 他其实分成三路人马 一路人马 只讲投资 谁呀 一主 他不讲别的 还有一路人马 这讲成本 谁呀 施工 还有外带一个供货 供货是小跟班 施工的小跟班 你说什么 他也说什么 这就是形象的理解 对吧 那么还有一个老滑头 两头都靠 一个四季 一个项目总报 这样就把我们的第二个考考试的要点就总结出来了 对吧 那么第三个要点请跟着再来一遍 还是在这个内容里面反复的去淘 淘宝啊 淘三个题目 第三个题目淘出来 淘在哪里呢 请看 第五页 迅速啊 第五页 属下来 这个黑标题属下来 第三段 第一句话 野主方的项目管理工作 是在十四阶段的什么 全过程 你抓住的就是三个字 全过程 OK 没有停留 第六页 第二段文字 设计方的项目管理主要在什么阶段 设计阶段 OK 再看第三个标题 共和方 第二段 共和方主要在什么阶段 施工阶段 施工阶段 翻过来 第九页 这个第二个黑标题上方一段 你找的时候要迅速定位 第二个黑标题上方一段 哎 他又是全过程 翻过来 第十页 黑体制二 黑体制二 往下走 第二大段 第一句话 施工方的项目管理主要在什么阶段 施工阶段 哎 又抓住一个考点了 这个考点叫什么 两个字 叫阶段 叫阶段 阶段呢 就两家是全的 一家是一组 一家是总包方 哎 项目总包 他是全的 哎 有两家是各有各的说法 各有各的说词 设计的说词是 我主要设计 哎 施工的说法 我主要施工 那么这个小跟班呢 那是 他跟着施工走 哎 我也施工阶段 好了 我们第二节就讲完了 这是回家以后呢 自己做一个表 像我一样做个表 然后把刚才讲的三个题目 在一张表里面 把它整理出来 你都去说 那你给我们整理好 给我就行了吗 不是我小气不给你 给你就是白搭了 你回家去拿一张白纸 照着书自己 啊 这几页 把它一个题一个题 整理出来 那就是有用了 那是你的 永远是在你脑子里的 不是我的 明白吗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三节 第三节 啊 第三节讲什么呢 哎 首先是请同学看 十 十三页 有个图 这个图叫什么呢 大家看 叫项目结构图 找到了吧 啊 请大家迅速的用眼睛看一看 这个图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很朴素 是吧 很朴素 方框直线 要怎么朴素就怎么朴素 好了 那么 请大家注意 这个图起什么作用呢 那么回过来 先找个方框 你找哪个都没关系 写大一点写两个中文字 完成这样一个认识 两个字 任务 就这个图讲什么 讲任务 好 那么这个图 又讲分解 又讲任务 那么分解需要什么 注意什么呢 十五页 最后一大段 项目结构分解 没有统一模式 先把这句话给我画下来 不管你懂不懂 先把这句话画下来 你不用去讨论 为什么是这样的 你只要记住 他说的就是这样 没有统一模式 对你学者 学习者来讲 就是你只要记住 没有统一模式 那么 没有模式 但是就基本原则 下面五条 勾一勾 这五条原则 就是回家去多看多背的 考虑总体部署 考虑项目组成 有力发包 有力设施 结合合同结构 有力目标控制 结合组织结构 将来这个地方会出题 比如说他告诉你 我已经结合了组织结构 那么我还要结合哪个结构 合同结构 所以这个你一定要熟悉 熟悉了以后才会知道 他问你什么 好吧 好 来把书翻到 十九页 十九页看这个图 你发现这个图 有个什么特点 它也是方框 它也是线 可是这个线跟前面那个线不一样了 它带一个什么 箭头了 这个图叫什么图 叫组织结构图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 十九页 左边那个图 是叫 真能制 组织结构图 右边那个图 叫线性制 组织结构图 再翻过一页 二十页 二十页上我们看到的是 举 阵 那组织结构图 一共有三种类型 真能制 线性制 举 阵制 那真能制 请同学们在这个图的边上 自己用中文字写一个 自己的认识 就这个图 看到吗 这个图 你发现没有 你的体会是什么 比如我们对这个C5来说 比一对他发号施令 比二对他发号施令 比三对他发号施令 他不知道听谁的了 所以这个图 必须要明白 这种模式的最大缺点是什么 指令 一个字写在边上 用中文字写 写大一点 不要试图中书上句话 就直接写 写完了脑子就印象了 叫多 啥多啊 指令多 公公婆婆多 管他的人多 是不是 好 那么横过来 看右面那个图 右面那个图 这个叫什么 线性制 哎你发现线性制 不多了 对每一个下属来说 他只有一个上级 看到吗 你比如说你随便举个例子 C22 他的上级就是谁 比二 这是他的顶头上司 只有他的顶头上司 可以给他什么 下达子令 是不是 是不是啊 要反应啊 好 那么这个叫什么 叫一 别人写个一 哎 那么看 翻过来 下面 二十页 你发现没有 举正制的话 他重的横的都有 看到没有 哎 重的一般是什么部门啊 看清楚 重的是职能部门 一项一项职能部门 横的是什么部门啊 横的一般就是项目部 好 有重有横 请问 指令有几个 两个 边上写二 好 那么我们一 考试的要点就抓住了 就是这三个图 他的指令 是不同的 折能字 叫多 线性字 叫一 矩阵字 叫二 这就是考试要点 这就是考试的东西 考你的就是这个 好 回过来 在 线性字 什么叫线性字啊 别搞错了 这个叫线性字 就是十九页 右面那个图叫线性字 边上 用很大的中文字 再写一个字 回家一看 不用看书了 就看这个字就行了 叫长 长短的长 什么长呢 从顶上到底下 太长了 从这个A 到这个C22 是不是很长的线路啊 长 线路长 再回过来 看 二十页 这个矩阵字 矩阵字的边上写什么 写一个字 写大一点 就叫大 大小的大 哎 以后看书的话 不需要细看 就对着这个图 认识它 并且知道 哎 这个图就有长 线性字 这个图就有大 矩阵字 对吧 而三种图呢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真正字的特点是多 线性字的特点呢 是一 矩阵字的特点是什么呢 是二 好 来 再看 二十页 有三个图 矩阵字 有个特殊考题 看到这个矩阵字 有个特殊考题吗 这个特殊考题 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 A图两根都是虚线 这啥意思呢 就是 是 责门部门领导 和项目部领导 在这个企业中间 是半斤八两 没有权限大小 差不多 大家都是中层干部 都是中层干部 一个是项目经理 一个是财务部门的 财务经理 是这两个都是经理 都是中层干部 所以 对一个小会计来说 这两个经理给他的指令 发生矛盾的时候 他怎么办 那教大家个办法 别人不要找 就找这个A 把A圈一圈 看到吧 脑袋上有个A看到吗 就找这个A A是谁啊 A是你们公司的老板 他能架住这两个人 项目经理 他能架得住 财务经理 他也能架得住 那么你作为一个当事人 你架不住怎么办 你就找经理吧 让经理去对付他们就行了 这就是第一个图的用意 第二第三个图呢 同学们 实现代表他狠 讲话有分量 虚线代表他弱 讲话没有分量 那么你说 你一个下面的人 所谓看风使舵 那怎么叫看风使舵呢 那就是说 哪个厉害我就听谁的呢 听实现的 不听虚线的 这话听懂了吗 所以如果碰到这两个图 问你听谁的 那我就跟着实现走 听实现的就行了 好了 把这个搞一搞 好了 这三个组织结构图 就搞清楚了 好 请大家把书翻过来 两个分工 两个分工 先看这个分工 任务分工 在22月上 22月上 第一个分工 叫工作任务分工 找到了没有 22月上找到了 第一个分工 任务分工 下面第二行 把这句话划下来 各方都应该编制 各自的任务表 管理任务表 分工表 你用一个非常巧妙的话 给他总结一下 四个字 叫各编各表 我们非但是任务分工表 各编各表 真的分工表也是各编各表 每家有每家不同的情况 大家编 编大家自己的表 然后下面 请大家注意 这个22月最后一段文字 勾一勾 勾一勾 请大家注意 找找 跟着我找啊 第四行 黑体制 下面第四行 找一个词 叫分解 找到了吧 分解 第五行 找一个词 叫明确 最后一行 找一个字 叫编制 找完了以后 你自己听好了 自己给他 一二三 标续好 分解一 明确二 编制三 我在跟你讲什么 讲排 排队 排续 这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分解 第二件事情明确 第三件事情是编制 这个表怎么来的 就这样三 三大部来的 好 下面再找一个题目 听好了啊 再找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应该是在什么地方呢 很清楚 是在 这个倒数第三行 就是 22月倒数第三行 项目经理 滑一滑 找到了吧 找到了啊 倒数第三行 项目经理找到了啊 好 下面一行 主管部门 找到了吗 找到了 而在 右面 主管能源 找到了吗 找到了 把这三个 做 用同样的符号 打三个圈 给它圈出来 啥意思 我们现在说的这张表 叫什么表 任务表 任务表 它是最后 是要烙在谁 的身上呢 要烙在人的身上 是谁去完成这个任务 项目经理 主管部门的领导 还有什么 主管能源 好 边上写上自己的心得体会 叫任务到人 如果你有这个体会了 那么选择题就不大会选错了 任务总归是到人的 好 翻过来 现在看 下面一个表 先看26页 有个图看到吗 是不是有个图啊 同学们 这个图就是责能图 管理责能图 我们一定要注意什么 从考试的角度来讲 就注意它最最右边的这种解释 比如说策划里面 他讲到了什么 策划里面讲到 要提出很多方案 并且要对这些方案进行比较分析 做一件事情 可能有很多想法 想法好 好还是坏呢 自己要比较一下 这是筹划 我就决定用这个方案了 那这个叫决策 我去干了 照着这个去做了 那叫执行 做了以后我得检查一下 检查的目的是什么 一 你做了没有 二 你做得好不好 那请大家 用简单 最朴素的语言 去理解这个工 职能是什么 明白吗 理解完了 那么他会有例子给你 比如说我们现在碰到一个问题 工期脱掉了 这个摆在我们现在面前的问题 这叫提出问题 看这个表格 提出问题 对不对 那现在呢 来苦思冥想 要么加夜 加班加点 晚上加夜班 赶工 要么增加 另外再找队伍帮忙 增加施工队伍 两个方案 这叫什么 这叫筹划 对吧 并且讨论两个方案 哪个花钱多 哪个花钱少 这都叫筹划 最后拍板了 不找另外队伍了 就加班加点了 这个加班加点代表什么 就是决策 就拍板下来就叫决策 那现在 人啊 物啊 机器啊 都经常 在做了 这叫什么 执行 最后要看看 进度赶上了没有 这叫检测 就你要 你要能够这样跟得上 这就代表懂了 代表懂了 好 那么接着啊 把最后两段 全部勾下来 26月 最后两段 全部勾下来 大数第二段 最后一句话 刚才已经讲过四个字 叫各边 各表 两次讲到各边各表 任务表各边各表 整能表也是什么 各边各表 就是 然后我们就是 把这句话给 枪毙掉了 考试的时候 他会有这句话 他说什么 我们统一编一张表 不对 马上一直到 你不是说各边各的吗 怎么会统一表呢 这就是你学跟考的一种反应 最后一段 大家注意到 这一段里面 第一行 又谈这三家 叫什么 项目经理 主管部门 后面叫什么 工作岗位 好 再加四个字 给自己心得体会 刚才的四个字是 任务到人 那么这里的四个字是什么 叫责能到岗 任务是讲人的 责能是怎么 讲岗位的 二十七月 二十六月最后一行也划下来 项目管理的正能分工表 是用于企业 也可以用于企业管理 这个也字啊 自己打个问号 什么叫也啊 说明不止这个了 那么他这里只讲了企业管理 有东西不知道了 还有一个管理是什么管理 我们这本书叫什么管理 项目管理 所以他又用于项目管理 又用于企业管理 二十七月来 第一行 有一个名字 叫岗位责任描述书 有吗 划下来 岗位责任描述书 然后第三行有个什么 叫责任分工表 最后一行 就是 这一段的最后一行有什么 叫责任分工描述书 这就是一个历史演变 最早是岗位责任描述书 有问题 需要把这个问题解决 叫责任分工表 责任分工表 还有问题 那再加一个什么 责任分工什么 描述书 好了 来下面是三个流程 请都去看一看 二十八页 三个流程 1035下面 123勾一勾 回家去看 三个流程 把三个主题词划出来 管理流程 管理 信息流程 信息 物质 物质流程 好 我们分别挑一个 给大家重点 指出一下 管理里面 挑最后一个 付款式机变更 信息 信息里面 等一个词 进度报告 物质里面 请同学 分别到里面去找 设计 采购 施工 你管它是什么设计 什么采购 什么施工 反正设计 采购 施工 都是什么 物质流程 好 二十八页 倒数第二段 刚才我们是 各编 各表 那么 现在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 各有各的流程 各有各的流程 每家每户 有自己的表 也有自己的流程 好 二十八页 倒数第二行 流程 主要反映一个什么关系 看了 反映一个什么关系 逻辑 关系 逻辑 关系 得到了吧 好 二十九页 看这个图 这个图 这个图 给我们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什么地方 在这个中间有一个四头都四面都尖的脚 叫什么 叫零形框 找到了吧 看这个图呢 判别条件 是不是个零形框啊 好 二十九页 1036下面 1036下面 合同结构图 反映了 一组和项目各参与方之间 项目各参与方相互之间的合同关系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 一个就是比如说一组和师公去签约 这叫一组和各方的关系 一个就是师公去跟供货签约 那就是各方之间的相互关系 好 讲到这儿 第三节讲完 同学们第三节 他的要点 最后可以用一个表格 给他总结一下 重新的东西来了啊 这一节学完了 有四个图 一定要引起你注意 这四个图在哪儿 刚才这四个图在哪儿 这个十三页一个图 是吧 是不是十三一个图啊 还有呢 还有就是这个十八页有两个图 还有就是二十九页有一个图 四个图 你一定要用心去看 而且要做比较 结构图 再强调一遍 它的考试要点 在十二月的最后两行 足成分解 所有工作任务 这是针对这个图 一定要掌握的 十九页 十八页 这两个图下面 有一张表 看到吗 项目结构图 组织结构图 合同结构图 表达含义 大家顺手就划掉 组成分解 所有工作任务 这是项目结构图 组织关系 指令关系 这是组织结构图 逻辑关系 这是流程图 对吧 合同关系 这是什么 合同结构图 我们还有二十八页上 流程图是什么关系 是逻辑关系 这就是四个图 代表什么 然后每个图 都有方框 请注意 项目结构图的方框 代表什么 项目组成 可是这个是空的 我们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项目组成 就是一项一项的任务 所以项目结构图的方框 就是任务 对吧 这个地方项目组成部分 就是你编上一个 写两个字 任务 组织结构图的方框 里面是什么 是部门 上级给下级 下达指令 合同结构图的方框 里面是什么 是单位 那流程图的方框 二十九页上 很明确的看出来 是工作 甚至于是工作的什么 执行者 好 那么我们再仔细的从十 十三页 十八页 二十九页 我们仔细去看一下 它的图 这个连起来的线是什么线 项目结构图是什么线 直线 组织结构图是什么线 单向界线 合同结构图 特别注意的是双向界线 流程图 单界线 但是流程图多了一个什么框 灵性框 OK 这一节就结束了 第三节就结束了 好吧 好 好 进入到第四节 就在三十页 四零 下面第三行 划下来 本节讲的是一个字 叫策划 策划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划下来 为决策和建设 升职 找到了吧 三十页到时候第四行 你们一定要克服这种惰性 就是这个找 一定要找得很快 我说到哪个一次 一定要翻到 而且找得很快 否则我们的时间是不够的 为建设和决策 而为决策和十四什么 争执 好吗 搞清楚 好 来看 三十页 决策阶段策划的主要任务是干什么 1041下面 两个字 两个字圈出来 定义 翻页 三十二页 1042下面 十四阶段策划的工作内容 下面第二段 十四策划的主要任务是 确定如何组织项目的开发建设 你马上就做个对比 决策阶段的策划 他只是做定义 而十四阶段策划 他的任务是确定如何开发建设 哪个更具体啊 当然十四阶段策划更具体 好 我们来做个对比 三十一页到三十二页 用眼睛很快的扫描 去个标题 环境调查 环境和条件的调查分析 项目定义和项目目标论证 接下来分别都是所谓的策划 组织策划 管理策划 合同策划 经济策划 技术策划 你做一个浏览 马上再做一个浏览 三十二页到三十三页 再做一个浏览 还有八个标题 多了一个标题 风险策划 第八个标题 在决策策划里面没有 对吧 这是十四策划有的 其他的你发现 好像都差不多嘛 是吧 组织策划 管理策划 合同策划 经济策划 技术策划 是不是都一样啊 这样怎么分呢 很难分 很难分 所以考试的时候 这个题目很难做 他是要叫你混在一堆里 把他去找出来 哪个是决策策划 哪个是实施策划 相当难 好我们先找一个非常明显不同的第二点 你看标题就不同 决策策划的第二点是什么 项目定义和目标论证 你把这个标题重点划下来 然后你再回过来 三少爷看上看 他的第二个标题是什么 项目的分解 目标的分解 不是定义了 是分析 还有什么 再论证 那么我问你 论证和再论证 你怎么看出来 这就是论证 那就是再论证呢 我们要仔细的打开里面的 把门打开 看里面的东西 来 三十一页 第二个标题想念 看第三条 第四条 总投资的规划论证 看到了吗 建设周期的规划论证 你看决策阶段的策划 他仅仅只做到了什么 论证 他并没有具体的东西出来 翻过来 到三十二页 最后一大段 你发现没有 在论证里面的 第一第二条 第三第四条 正好是跟那个配对 你到了再论证的时候 那他就不是一般的规划论证了 他是做什么 分解论证了 你注意这个词的变化 是吧 是做分解论证了 并且你注意到 第二条和第四条 他更加具体有一个词出现 编制 他把什么东西编制好了呢 把这个投资规划编制好 把这个周期规划什么 进度规划什么 编制好 你发现这两者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用心去体会 他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就是决策策划 他是喊口号 说大话 耍准皮子 明白吗 而到了十四策划 他就是真真切切的 把具体问题解决掉 把具体的东西拿出来 你要有这么一种体验 这种体验书上是不会有的 就你自己要体验出来 那么以后他给我的题目 我就能够在里面去找 凡是那些说空话 说大话的 那都是决策阶段 凡是很实实在在的东西 那就肯定是什么 是四阶段 你比如你再往下看 同样是在三十二页 这个标记下 什么功能 面积 质量 这三个词 可能 功能 面积 质量 这就是实实在在的 那他不可能在决策策划里面 他只能在什么 实施策划里面 听明白了吗 好 然后 我们教大家一个偷巧的技巧 什么偷巧呢 以后这道题目很有可能就考在一个技巧上 什么技巧呢 请同学们看 四十页上 不是 三十一页上 看组织策划里面 第三段 叫组织策划 你发现没有 决策期的这个组织策划 一共有五个内容 但是这五个内容 实际上 你不需要他提醒 你脑子很清楚 一二三四 你绝对不会把它算到别的地方去 你肯定把它算在决策策划里面 是不是 可是可是第五项 同学们我们针对性的讲第五项 你要小心了 他讲的是十四期组织总体方案 当你没有学过 没有得到警告过 你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 你会怎么想 你不是说十四期吗 那你应该属于十四期的策划了 可是你觉得他位置现在放在哪里啊 放在决策期 那你怎么记呢 以后搞不清楚了 到底是决策期还是十四期呢 那你 我教你一个字 就是总体方案 凡是代总体方案的 脑子清楚啊 一律归到 决策策划 好 你不相信我的话 对吗 然后验证一下 来 翻过一页 三十二页验证一下 三十二页第一大段 一共有三句话 一二三 全下来 三十二页 找到了吧 上来一二行 一二三行 你看什么 你全看吗 不 你只看后面四个字 中地方了 你发现没有 他还是归位在什么地方 决策策划 是吧 还是归位在决策策划 对不对啊 好 你再来看 合同策划下面 第三条 十四期 合同结构 你看到这里 看不出东西来 后面 总体方案 哦 又是归在什么 决策策划 我要讲的一个技巧 已经讲完了 你掌握了吗 这个技巧是什么 就是选择项里面 我本管他前面说的是什么 但是只要他有 总体方案 我一律把它归到什么 决策期 OK 就这样啊 而剩下来的就是你回家自己去 体会去了 我刚才跟你讲的两点意思 第一点意思就是 决策策划是喊口号 说空话 十四策划是做具体的实事 来我们来做一个比较 假如说 你看啊 三十页倒数第三行 你做个标记 这句话叫什么 叫编码体系的 干什么 分析 刷嘴皮子 这样好 那样不好 分析 是不是 哎 他是针对编码体系的 你发现他在什么地方 他在决策里面 是不是 分析是在决策里面 可是回过来 到了三十三页 上面数下来 第五行 三十三页 上面数下来第五行 建立编码体系 我再一次让你体会到 体会到什么 就是我们两同样讲一个编码 你耍耍嘴皮子 分析分析 那是在决策策划里面 可是你真正把它形成一个体系 把它建立起来 这是在什么 在实施策划里面 这就是这个东西是只能口传心受的 他书上写不出来这个东西 就是只能我们讨论的时候 大家去体会 原来是这样 我们掌握这样技巧 将来解题的时候 就能够迅速的去解了 好了 第四个 第四节就讲到这里 下面开始讲第五节 先把三十五页 三十五页 第二段第三段勾一勾 好吧 三十五页 大家紧跟着抓紧 我们时间非常紧张 三十五页的第二段第三段勾一勾 这是历年的两大考题 讲的是工程总程包的两个考点 一个考点叫基本出发点 一个考点叫主要意义 找到这个词了吗 一个叫基本出发点 你的眼睛要凶一些 我已经讲了三十五页的第二段 第三段你的定位要准确 三十五页一次看到第二段第三段 然后我开始讲了 说基本出发点 你眼睛扫描过去吗 我再说吗 你扫描呀 马上就扫到了基本出发点 对吧 然后我说下一段是主要意义 是不是主要意义啊 好 这两个是考点 那么他的答案是什么 这是题目啊 答案是什么 主要意义的答案是什么 第二行五个字 组织集成化 找到这个词了吗 这是答案 组织集成化 听懂了吧 好 那么主要意义的答案在什么地方呢 请看清楚 第一行 就这一段的第一行 不在于 这个词看到了吗 很重要啊 不在于 不在于什么呢 不在于 不在于 交钥匙 不在于 总价包杆 两个不在于 什么 不在于 交钥匙 不在于总价包杆 那么在于什么呢 下面一行 第二行 建设政治 你明白吗 我在这里跟你讲什么 我讲两个题目 讲两个答案 一个题目叫 基本出发点 你回答我答案叫什么 组织集成化 一个题目叫 主要意义 多选题 你回答我三个选项 那三个选项 不在于 总价包杆 不在于 教育师 在于 建设政治 我讲课就是这样 这就是一道题 讲完就得了 对不对 下面 没那么简单 来 看这里 三十六 第四个黑标题 三十六 月 第四个黑标题 勾一勾 勾一勾 项目总包方的工作程序 找到了吗 这个八条回去要叫你自己去看的 看的时候要从什么角度看 编上写两个字 排序 就是你不要使经认背 但是你要知道哪个在前哪个在后 启动阶段 把项目经理 项目部建立起来 初始阶段 把计划 策划 计划 给做出来 然后第三个标题 第四个标题 第五个标题 第六个标题 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内在逻辑关系 就是前后顺序 设计 采购 施工 施运行 你绝对不要乱了次序 它不可能乱 它根本的有次序的 最后两项叫什么 叫合同收尾 项目管理收尾 注意做区别 这两个区别 别再写两个字 区别 你看到吗 合同收尾 什么 合同目标考核证书 决算 债权债务 履约证书 这些都是合同的成 那么 项目收尾呢 资料归岛 资料要归岛 项目要总结 归岛总结 能源要考评 考核评价 简称叫考评 解散项目部 项目部是一次性 解散项目部 这个叫项目收尾 这两个可能 在这个里面会有一个小题目 叫你挑一挑 哪些是合同收尾 哪些是项目收尾 好了 下面进入到上午的第一个最难学的内容 然后大家注意啊 一个小时下来了 我们进入啃骨头阶段了 上午的第一根骨头就是两个词 一个词叫 施工总包 一个词叫施工总包管理 所有的同学 先别忙着看书 先搞清楚 啥叫总包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讲 两个字 打包 打包 我是一组 你是一个承包商 你能力很强 我把我所有的活 打包起来 找了你 给你干 你就是什么 总包 这个总包不是项目总包 不是项目总包 是什么总包 施工总包 干活的总包 项目总包 它不仅仅施工总包 它还有设计总包呢 它还有其他的呢 对吧 我们说项目总包的概念大 施工总包概念小 以后不要混在一块 我们现在讲的是什么总包 施工总包 一组把所有的活 都打包起来 给一家干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 这种模式下 在五个方面 各有什么特点 来 三十七页 第一个标题 投资控制 一共有三点 以施工图为投标报价依据 报价交由依据 看到吗 第一行 投标能报价交由依据 第二条 开工前有明确的合同价 有利于一组的 加两个字 早期 早期总投资控制 自己加 在教材上自己加 有利于一组的 早期总投资控制 第三点 在施工过程中 发生设计变更 引发索赔 你看这句话 两面都是他说 有利于早期投资控制 但是事后会引发 一系列的后遗症 会索赔 那你最后 你的总结是什么 来 把你的总结 心得写在边上 八个字 听好了啊 一定要抓紧写啊 八个字叫什么 叫早控有利 另外四个字是 总体不利 总体不利 我讲这四八个字 就取决于这个第二行 和第三行 你体会了吧 是不是这八个字啊 他很早期 因为合同价 一口价 一口价就弹下来了 所以他早期的时候 很得意 哎就这点钱 可是后面呢 一会儿来搞一回 一会儿来搞一会儿 加一点加一点 加到最后怎么 守不住了 那所以 这总体不利 是不是 再总结一下 在这个标题下 应该有八个字 叫什么 叫早控有利 总体不利 看第二点 进度控制 第二行 建设周期 会较长 这是总承包的最大缺点 然后你也总结一下 不要完全照他念 自己要有自己心得体会 三个字 合起来就叫总包长 以后问你 谁长谁短啊 总包长 那么自然另外三个字 就是后面会讲到总管 总管就总管短 什么叫长短啊 时间长短 为什么他会长呢 他太傻了 不灵活 这种方式不灵活 图子 一部分出来 他不敢做 他要等到整个图子都出来 才敢做 所以他等的时间 这个时间为什么长 等掉了 时间等掉了 你脑子一定要有解释 为什么会长的 把时间等掉了 傻乎乎的等 等到 等了把时间等掉了 第三点 质量控制 来把这句话还下来 质量好坏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总包单位的 什么管理水平和什么 技术水平 那倒过来讲 一组要想这个项目质量好 完全看谁的脸色 看这总包的脸色 总包搞好了 一组就好了 一组 如果总包搞不好 一组就完蛋了 所以这里面也写两个字 自己的心得体会 叫依赖 依赖 谁依赖谁啊 一组依赖总包 第四条 合同管理 同学们 边上写 一个简单的解释 叫一对一 一对一 一 前面一个一是谁啊 一组 后面一个一是谁啊 总包 一组对总包 就这么关系简单 所以这个关系很简单 合同也很简单 招标也很简单 所以在这种模式下 对一组 对合同管理来讲 它很轻松 因为它管得少吗 牵得少管得少 招得少吗 是吧 好 第五点来 组织协调 还是边上写四三个字 一对一 当然还是简单 好 这个是看书 看完了以后脑子里留下来的应该是自己的心得体会 而不是书上的原话 总包模式带给我们的心得体会是什么 这种模式 管钱 有两个特征 早期好 总的未必好 好了 这就叫听进去了 记在脑子里了 啊 理解了 第二个 进度方面 那不好啊 傻乎乎把时间都等掉了 等长掉了 那不好 第三点 质量 那也未必好 因为什么 一根绳子上上吊 吊死掉了 吊在这个总包身上了 就找一家 第四点 合同 那好 那就管得轻松啊 只要管一个就行 招一个管一个就行 组织协调 那也好 协调一家嘛 因为第二家可以协调 就协调一家 那肯定好 这就是一个重点 一定要听懂啊 这些话都要听懂 因为考试如果你不懂的话 你照背是没有用的 一定要理解到位 好 接下来看第二个方式 来 总包管理 就是我们总包管理 还是一个一个来 投资 总投投资控制 那么我们就 下面的这个三个 我就不念了 我帮你直接就总结出来的 体会是什么 还是八个字 这八个字 跟总包的八个字 正好反过来写 这里应该写什么 找控什么 不利 总体有利 你怎么理解 刚才是 总包是叫找控有利 总体不利 他这个是找控不利 总体有利 怎么理解 就是他早期啊 因为这个猜了太多了 猜了好多个 一个一个签 第一个不知道第二个 第二个不知道第三个 他只有等到所有的都签好了 他才会知道 总的价格 所以这叫找控不利 早期不清楚 到底多少钱 但是正因为这样 把这个业主吓醒了 所以他战战兢兢的 每一个合同什么样 都签得非常认真 都签得非常仔细 都卡住了签 都守住了签 所以总体反而什么 省钱了 总的加起来反而省钱了 所以八个字 再说一遍 就找控不利 总体有利 来看第二条 进度控制 三个字 不用废话 总管短 跟那个刚才 那个三个字 对起来背 总包长 总管短 我们一边学 一边就要及时对比 这一定要掌握 这样一个规律 否则你考试 就没办法考 考试他就是 混在一块那里挑 第三点 质量控制 多学们 加了两个字 叫他控 也就是最后一行 他能控制 这个他是谁啊 他是第三者 一组承包商 还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总包管理 总包管理 是吧 他控 翻过来 三十关页 第四个标题 合同管理 刚才总包的合同管理 是一对一 这个不对不得了了 这叫一对 N加一 N加一 也可以讲一对多 对不对 是不是对多啊 N加一更清楚 N是什么 N是干活的 找了十家 二十家干活的 再加一个一家 是什么 就找了一家什么 总包管理单位 这样一对N加一 这个一组好不好 肯定对一组不好啊 签那么多个合同 管那么多个合同 当然不好啊 对吧 好 最后一条 组织协调 怎么说 那大家认为是不好了 其实它不存在不好 为什么呢 这叫花钱买销停 北方话 是不是这样说的 花钱买销停 谁花钱啊 一组花钱 买谁啊 买总包管理的服务 谁消停了 一组消停 一组省静 所以好 这个当然也是好 不过好的 大家都说一个好字 这个好的味道不一样 总包 组织协调 一组说 哎 挺好的 他那个好 是发自内心的 因为他怎么 他只要管一家就行了 确实很简单 但是这个好 他说话语气就不对了 好 为什么 他好心疼啊 钱花出去 是吧 哎 因为钱花出去 别人替他管了 那是好 他是好 他没事做了 别人替他做了 好不好 好 哎 可是那个好字就不一样 心痛了 是不是 好 懂了就行了 哎 这就是总包管理的五个特点 同学们回去以后 我跟你讲的 总包有五个特点 总包管理五个特点 你找一张白纸 把这张白纸一分两半 左边右边 左边写总包的五个特点 右边写 总包管理的五个特点 放在一起 你是不是就对比出来了 你不做这个对比 那么你肯定丢掉考试的两分 考试一定是考两分的题目 是做对比的 好吧 这是一个啊 接下去再看第二道题目 三十八月开始 三十八月开始 一直到 四十月 三十八月到四十月 讲什么 我把它称为叫 五不同 亦相同 五不同 亦相同 五个不同 一个相同 同学们先把标题还下来 哪里就不同了 这两个模式 三十八月 程序不同 一句话 就把这个意思全解释了 不用那么废话 去看那么多 就是刚才讲了 我们总包是什么 傻乎乎的等什么 等图全部到位 而总包管理是什么 不需要 有一部分 有图 一部分不是全的 一部分 就一部分招标 一部分施工 所以 它的结果就是六个字 那六个字 叫总包长 总管短 这就是程序不同 本质上说 大家施工 都不可能 没有图子 但是 总包的施工 是要完整的图子 而 这个 总包管理的施工 只需要相对 完整的一部分 图子 是不是 所以它是 叫分阶段设计 分阶段 招标 分阶段 施工 三个分 分着来设计 分着来招标 分着来施工 这是谁的特征 总包管理的特征 这就第一个不同 一个傻乎乎 要等图 把时间都等长掉了 一个呢 有一段干一段 有一段干一段 这段时间往前推 兼于了时间 这就是程序不同 听明白了吗 第二个 合同不同 那主要的考点在于什么地方 就是分包找谁签约 这个问题就提出来 就在这两种模式下 分包找谁签约 在总包模式下 分包找谁签约 找总包签约 在总管模式下 分包一般找谁签约 一组签约 一般找一组签约 这就是第二个不同 当然我们不能说 第二种模式 就是总包管理模式 它有时候 极端的情况下面 也可能是总管 总包管理和分包 集签约 那就一组委托了 但是我们说 一般情况下 都是什么 一组亲自集签约 第三个找分包 认分包 第三个叫找分包 认分包 请问总包下面 谁找分包 谁认分包 是总包找分包 一组认分包 一组认分包 这是总包下面特征 那总管下面特征呢 是一组找分包 总管认分包 就正好是倒过来了 是吧 第三个不同 第四个不同呢 那个钱不一样 总包要的是什么钱 是工程款 总包管理 不要工程款 它只要服务费 管理费 而且付款也不一样 总包下面分包的钱 由总包来付 总管下面分包的钱 一般来说 有一组来付 你都要一个一个 把它理出来 回去都要有这个 听一遍 回去一定要重点 一个一个把它理出来 写下来 最后还有一个不同 就是合同价格不同 第六条 刚才讲了 总包是工程款 总包管理是什么 是管理费 好 那么第五条 同学们特别标出来 这就是相同的说法 刚才五个不同 而这一条是相同 这话怎么说呢 你总包也得管分包 你总包管理 也得管分包 在这一点上 没区别 在这一点上 没区别 听明白了吗 好 关于这个问题呢 还有一个小地方 要关照大家 请大家把书翻回来 翻到第十页 第三段 第十页 第三段 勾一勾 回家看 出现了一个名词 叫指定分包商 啥意思啊 就是按照道理来讲 在总包模式下面 这个分包 刚才讲了 谁去找啊 应该总包去找 可是一组 指定某家单位做的 作为你总包的 这个分包 这就叫指定分包商 我们国家不允许 国际上允许 国外有 国内法律层面上 不准有 建筑法不许有这个 但是 民的不有 暗的也有 对吧 好 这种情况下就问了 就是这个指定分包商 闯了 闯了祸 比如说质量出了事故 安全出了事故 谁替他背锅 总包 或者总包管理 所以把这 整个这行全部花下来 无论 指定分包商 是于总包方 或于总包管理方 或于一组方签约 管理跟谁签约 但是你肯定是 一组 极力推荐的 让我 总包商用你的 指定分包商 那么 已经得到了 总包和总包管理的认可 就是你总包可以顶着 我不用 可以顶着 问题是你不顶 你认同下来了 那好 只要你答应下来了 下面最后的结论 做重点标记 事工总包方或总包管理方 应该对合同规定的工期和质量 两个目标 负责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指定分包 如果工期有问题 质量有问题 那谁替他背锅 就是你总包或者总包管理 好了 咱们刚才讲到 这个总包与总包管理的五不同一相同 回过来 四十页上还有第三道大题目 四十页上一二三全部勾下来 四十页上一二三上面数下来 括号一二三 他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总包与总包管理 在合同价 也就是钱这方面的比较 好像是总包管理占优势 总包管理占优势 总包管理占了优势 哪些优势呢 来 划下来三句话 第一 虽然合同总价不是一次确定的 但是整个建设项目的合同总额确定 还是较有依据的 这句话在告诉你什么 他虽然是分段图纸设计 分段招标 分段事故 但是他每一段都是有依据的 所以他整个项目的合同价 确定的时候是很有依据的 第二条 对一组房节约投资有利 实际上他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一段一段卡的紧 最后累加效果 出现一个词叫节约 反而节约 最后一点是考试大乐门 只有在总包管理模式下 分包价对一组是什么 透明的 因为分包是一组找的 答应给多少钱也是他答应的 给多少钱也是从他手里拿出去的 是不是对他是透明的 你理解这个透明 好 事实上物资采购模式 下面采购管理的这个程序 一共八点回去看 边上写两个字排序 排序 排序呢一定要注意 第一条是要求和责任 第二条是策划和计划 第三条是市场调查 第四条是招标协商 第五条是签订合同 第六条是运输移交 第七条是不合格处置 最后落底的一条 是归党 你一定要念 把它念出这个意思来 你做任何事情 先有一个要求 有个分工责任 然后呢 你要做计划 然后你去做调查 然后你跟人家谈 谈完了以后 你跟人家签约 签约完了 你付了钱 人家把东西 已交给你 有问题你再找人家 否则的话呢 你最后要做一个什么 资料规讨 好 第五节 就讲到这里 来总结一下 第五节 一共有三个题目 都是硬邦邦的 啃骨头的题目 第一个题目叫什么 叫五特性对比 这个题目 我们给他取个名称 叫五特性对比 他发生在三十六页到三十八页之间 他就记住了 回家一定要看 细看细整理 三十六页到三十八页之间 五条特性 各有各的特性 要做对比 明白吗 第二道题目是在三十八页到四十页之间 叫五不同 亦相同 你要理解哪五个不同 哪一个相同 要理解 最后要记在脑子里 不能够靠背 靠华书没有用的 最后一个小题目 是四十页上的小题目 那就是 总包管理 相对于总包来讲 是有优势的 是有优点的 三个优点 尤其最后一个优点 透明讲 风暴透明讲 讲到这儿 上午的第一小段 因为我们整个三小时课嘛 第一小段 现在十点半 我的电脑上显示 十点二十九分 我正好卡在这一段 接受的地方 大家休息十分钟 好吧 下期待 第二小时课